紐約州 調導員用Facetime幫助救援兩個落水男子 事發在星期二下午4時半 Islam警察局調導中心接到911求助電話 說他們在海上駕駛的船正在入水 請求救援 初步確認了這艘船的位置 是位於Niantic灣的Mindstone Point附近 Niantic消防局、Islam警察局 Goshen消防局和美國海岸警衛隊 馬上作出救援響應 警方說當時漁船上的人 還在與Islam警察局的調導中心通話 這時候船傾側了 兩名船員跌入水 所限的是他們可以爬上已傾側的船身 並保持通話 這時候船員很難報告他們的位置 因此調導員決定用Facetime這個功能 查看周圍的環境 這樣有助於確定他們的所在位置 最終在距離紐約約四分一里的地方 警方發現他們 地點位於Black Point附近的Long Island海峽 水深70至100英尺 警方消息指兩人原本是打算去釣魚 途中時馬達失靈 大浪導致船翻側 天下維持記者編集報導